你真要把我气死了 你可老和尚 你早知道他在哪儿 就是不告诉我 你真要把我气死了 就算我告诉你 你能怎样呢 把他杀了 你还嫌罪孽不够大 那把他请回来 你肯把皇位让给他吗 现在让他这样孤云野鹤 岂不是挺好的 不行 不行不行 我得把他请回来 怎么知道叔之俩 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吗 我什么都可以给他 当然皇上不行啊 那怎么的也是一家人嘛 我是怕我娘在地下受罪 我爹又不宠他 我又给他惹了那么大祸 皇上真是笑感上天 这件事也到了该解决的时候 我只是听人说过 他在大水盼 是海的意思 海 东海西海 海边海岛上 祂仲师 大家做什么 你要 бал被与过山 不泪 我 好 回去 快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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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離 快回去 撤倒 撤退 撤退 我 王大人 好 骚扰崽子 别乖了 到的线 我当您睡着了呢 爷爷 明儿咱们回宫吧 咱不能总在这儿想庆服啊 其实啊 内阁大臣还有我爹 专门派我来请假 我这几天哪 总是梦见你太奶奶 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我还有那么多事情没做 我现在不能死 爷爷 你看 要前途回北吧 要把永乐大典修完吧 要击破阿鲁太部吧 至少打住五十年太平 把魏的传闻 不能再闹笑话 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也一并说了 我都替您办了 我派马堡修造大海船 沿海而上 与南洋驻国交往 寻找建文 找到建文 请他回来 我把这两样全办妥当了 我就不做噩梦了 想必你太奶奶在地下 也少受折磨 你不做噩梦了 我去寻找的 我一定要保护肋静 要把他解放了 是吗 你也要解放了 我上个棱子 找到amo 了 如果 CT 之间相信后人会躬远而论的 你说你公道 我说我公道 公道 公道不公道 只有天知道 公道 我不先撒了 公道是你公道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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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真要锁肉里可就不好玩了 这是你们锦衣卫的刑罚 是啊 行军打仗住的都是帐篷 遇到下大雨 人就像是泡在水里 发烧打摆子那是常有的事 我这都是跟军医学的 怎么样 舒服多了吧 舒服多了 你可以再把我灌回牢里去了 我敢把你放出来给你治病 就说明我已经不怀疑你了 你何苦这么和我讲话 黄大人 请你走远一点 给我腾个地儿 我给你起来磕一个大头 谢谢您的大恩大德 要再遇上这样的好事 我一定不会忘了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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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问这天底下 有人会信吗 你还信不信 你不信就算了 那扇门哄五年就封上了 在诏狱里 混了半辈子的人 都不知道有这把钥匙 你跟我说说呗 你到底是什么机缘 拿到这把钥匙的 算了 今儿我也不多问了 你还是问吧 要不然过两天 又把我放回牢里去 这三天两头的 来回折腾 你还不如把我 一刀杀了算了 说到杀你 我昨天晚上 做了一个怪梦 梦里边 我穿梭在赵狱的地底下 有些地方是泥土石块 有些地方是密室 我发现我整个人是空的 什么都挡不住 于是我穿墙而入 隐隐约约看到一个人影 我抽出刀来指着他 可笑的是 他居然抓了两把稻草 来抵挡 干脆 我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定睛一看 那人是你 那人是你 我知道 你是想救 禁难遗孤里 那个叫聂兴的人 我看见 我不管你们俩是青梅竹马 还是有婚约在身 这件事情 我替你办 真的 我答应你 你就别再多问了 不就是救个人吗 我摊上的麻烦事 比你大多了 我记得 我试了 我 我不 我 来 聂家哥哥 全靠黄大人的照料 你我才有见面的机会 相识那么多年 我竟然不知道 你已经做了反贼 皇大人要我嘱咐你 要想活命 须得说实话 你还是躲得远远的吧 我这一辈子 也不想当什么良民 你也不用说那种过了 我与他单独聊两句 走 走 走 真是块好材料 虎背 风腰 螳螂腿 你不做锦衣卫当反贼 真是可惜了 刚才门外那个姑娘跟我说 如若把你放了 她愿意与我共渡春香 你胡说 你胡说 真当自己是打不散的鸳鸯了 你要是死了 人家正值妙龄 凭什么替你收光 再说了 是他求的我 答不答应 还得看我心情 死了就是死了 各有各的造化 你还要是死了 现在在你面前站着的 就是天大的造化 我知道 你们的家人 在国家静难的时候 被误杀了 之后 你们跑到了福建 躲进了山里投靠了剑文 日日密谋要刺杀我家皇上 告诉我 剑文在哪儿 笑什么 我看你还挺像个人物 没想到一开口 也是个草包 我们到现在都没被杀 那是因为我们什么也没说 你以为你把他弄来 我就什么都告诉你了吗 你痴心妄想 天下太平 单凭你们这些人 兴不起什么风浪 实话告诉你 我家皇上 一直想跟剑文坐下来 好好聊聊 聊一聊一家人 自己的事情 你们何必要为他送死 皇上一高兴 兴许还能赦免了 你们这些静难遗孤 十年了 该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吧 我爹地 是行不念园中 一生清廉 那个残下 我一辈子都会记得 跟我来的这些兄弟都一样 在这世上孤零零 就剩这一条命 你要就拿去 别在这儿衰货 聂大人的名声早有耳闻 施敬 看来我还真得想办法把你放了 不需要 咱们得有言在先 你和孙姑娘不管之前有什么约定 出去之后不能有任何瓜葛 她是良民你之反贼 反贼的家眷会与反贼同罪 我可不希望有一天 在大街上看到被活寡的是她 我不需要你在这儿加星星的 开门 让你太多了 请她 但煌人 我还不需要 你继续 我心里便这儿 还不需要 我系你继续 怎么还得� temps 伟长林透水室 呈请公告 加紧石料运输 你去看过他们了吗 看了 你爷爷老了 睡着了 死了 没人记得了 伸着脖子 等他孙子来的 行了 爷爷 您看啊 我有点累了 来来来 躺下咱们都歇会儿 好不好 歇会儿 松松绑子 树老搭了样 人老搭了头 我这次回来 真觉得老了 二十年前的事记得清清楚楚 昨天的事想不起来了 他们催我去看长林 我说那有什么看的呀 我要在那儿睡一千年呢 连里边多少块砖我都处得清清楚楚的 多大的英雄也会老啊 你要是当了皇上就可以着手修灵了 太麻烦了 我就跟爷爷葬一块了 胡闹 个人有个人的地儿 你干嘛急我呀 我得个时间赛跑啊 我要前都要修永乐大典 正何年底要回来了 抵了个折子 说苏门大腊一带十几个国家的国王和王子 都要跟着宝传来京城进贡呢 得硬着不 你爹怎么说啊 好好说 你要骗我 我一脚踹出你去 他说您是想一代人把三代人的事都给干了 把他家伙活活活累死 我啊 尝尝梦见你太奶奶 你那时候小没见着吗 我梦见他在受罪啊 被你太爷爷打 他生了一个不忠不孝 谋你篡位的贼啊 爷爷 您不能这么说 这天下要是还在建文手里 不定得乱成什么样呢 是 咱们进应天府的时候 是杀了不少人 可是您不也开创出了一番大气象吗 文治武功 您一点都不熟得唐宗宗宗 在我眼里 您是帝王中的帝王 咱们是一家人 你爹 你 我 你二叔三叔 剑文 都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的人哪 真到了地下 还什么皇帝啊 地下一百多个皇帝 还不乱套了 他们会联合起来不理我 他们会联合起来不理我 跟现在一样 我好怕 爷爷 咱躺会儿 好 您交代我办的事 我一刻都没听 我一定把景丹一鼓牢牢地空在手里 挖出建文的线索 让我领他来见您 二叔该就藩了 可是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用不用我再去看看 好 太孙殿下 请 二叔 别好些了吧 二叔您躺着别动 千万别起来 这是哪个奴才干的蠢事啊 这什么季节 你不就点炉子 二叔 三叔 我让他们撤就去 好让您透透气 头呢 气都快没了 爷爷知道二叔病了 让我过来看看 爷爷说啊 这御医都给您备好了 随叫随到 二 三叔 怎么了这是 都病成这样了 怎么着 太子爷让你过来看看 老二厌气没有 三叔 老三 别说太子爷闲话 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这根本就不是闲话的问题 他当他的太子 咱们捧他 兄弟们关系不好 大不了以后不见了 干什么呀 偷偷摸摸跟老爷子那儿嘀咕 非得把人弄到山高 皇帝远的云南去 老三 这得多得丑啊 这是皇帝的意思啊 你这么说 是不是要我的命啊 你是替你爹来的 还是替皇上来的 爷爷让我来看二叔的病 说御医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 甭跟我说这个 该卖的命也卖了 该拿的仗也打了 回去告诉皇上 老二身体一好 马上去云南 到兵部交差时 你也得让人爬起来啊 对不对 上门逼 你想马上逼死啊 就这么说啊 我 我哪能那么带话呀 三叔的意思我懂啊 二叔 您好生歇着 我先告辞了 到桌上了 我住呢 我走了 我就这么听听见他 走啊 帮我走 我去把这儿帮了 我去井家 那我来电视 这儿帮我去井家 我放了 方子 爷爷 让我把二叔的方子带回去 让御医给断一断 刚才差点忘了 驻守京城的部队换房 我去汤山把兵带过来 顺便陪你二叔泡泡温泉 明儿一早回来 你知道就行 那就辛苦三叔了 等会儿 ossip 好的 来 儿子 回来得正好 你跟我说说 说说这套剑怎么弄 你看 你看 御医刚教了我一套太极剑哪 说我呀不能再胖了 再胖心肝脾肺肾都受不了了 昨儿晚上我就少吃了四碗饭哪 看我瘦了没有 瘦了瘦了 胡说八道 怎么了你这是神不守舍的 刚才啊我去二叔府上了 奉爷爷的旨意 问他什么时候就番 一进门 那屋里就摆了两个大火炉子 给我热得都上不来气 他一点汗都不出 这算什么呀 装病这不叫事 后来三叔来了 说的那话是 怎么难听怎么说 还话里有话 冤不得你爷爷老夸他呢 夸你三叔说 狗掀门帘子 全凭这张嘴 他俩出城了 三叔说要去汤山带兵回来换房 顺便带二叔去泡温泉 这会儿换房 我怎么听着后脖梗子冒凉气呢 天塌下来有高人顶着 你爷爷后脖梗子冒不冒凉气 不知道 反正啊 我是不冒 你给我说说呀 你 你看我这老站不住 你不住地看 找哪天的呀 汉王的折子 应天府换房是哪天啊 皇上已经把折子 调到宫内去了 这儿没有 皇上调走了 杨大人 武军都督府换房这点事 还能惊重皇上 兵部没小事 既然你问起来 就好办了 兵部有件差事 你去跑烫腿吧 兵部的差事关我什么事啊 你没看我这儿正忙着吗 我还挺忙的呢 你不去谁去呀 是 驾 驾 武冉法王 让虎天来接王 是 驾 末将胡蝶接过汉王 赵王 现在能动的兵有多少 慈禧山两个营 骑兵工兵割一千有余 三百自重 三百水军 领有一千五百个挑夫子 挑夫子 自重兵和水军我都不一样 骑兵和工努兵各拿一千人 随我到京城换房 快 去吧 末将领命 二哥 我看这事 有点不稳当 老三 你害怕呢 怎么这样 是不是太着急了 朱湛基这小子 今天带着老头的旨意来探病 明儿 兵部的官员上门 我这兵服是骄傲还是不骄傲 老头子已经起疑心了 兵贵神速武不能挡 公子 小爷 你好寂寞呀 你 是吗 来来来 接着哥啊 有点吗 小哥 这位小哥是吃素的 不吃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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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不喜欢这儿 我带你去游户 怎样 现在赶紧进宫 按照计划三更十分 把皇宫旁边的火药库炸了 制造混乱 我带军队一进城 这事就算办下来了 你千万要叮嘱朱镇 你小子就是个小老虎 长了牙肯定得要人 这小子没那么可怕 我会有一队人马盯着呢 现在这小子正在秦淮河 和一群洋人们喝花酒 稍有点风吹草动 我这都能知道 好 三更叫三更 我这就回去 老三 做大事不能牺牲 记着你二哥说的话 只要我做了皇上 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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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等我把你那位姓孽的朋友 放出来 咱俩就捡不着了 为什么 那天在酒楼 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冲上来 杀我 为什么 杀人容易 救人 就难了 我这么些年 都是在刀日上走过来的 行了 咱们两个各走各的路吧 北阵辅司 例行检查 北阵辅司 例行检查 好 王爷 您怎么来了 例行查验 把空门打开 看 开门 挂房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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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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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王大人 王大人 喝多了就吐了吧 喝多了 舒服 少说两句 姓皇的年纪精精 就是四平大远 那又怎么办 他家里是皇亲国戚 别说了 别说了 再说小心扒着你的皮 舒服了吗 王大人 别往这儿走 离远一点 我可以 别往前走了 我可以 我可以 舒了 别往前走了 滚开 滚开 我也不敢 你 她不敢 说什么 她不敢 别说 你 来 去 你 做出扶名的 高兴 你 就 你 啊